第三年定定的實施日期是什麼時候?也是同一天 那所以你說這個東西是在你們的結案的記錄裡面 那如果民眾要調閱是可以公開透明的嗎? 這我不太清楚,這我可能要再問一下 那其實我可能要講一下說我們這個規範的修訂 我們還包括有一個重點可能要跟大家再說明一下 我們以後會要求本府各機關學校在做樹木移植或者是樹木修剪的時候 都要把這個規範放到他們的契約裡面 而且他們一定要在契約裡面去訂定罰則 就是說他今天他有任何的事做不當 他要如何去處罰這個廠商? 其實我們都有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要求 那我們都是在9月26號的那個規範裡面 去把它修在那個規範內 請請你說一下罰則大概是怎麼樣? 罰則我們沒有寫說一定要罰多少錢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我們有請教過很多的專家 如果說我們今天訂了一個統一的罰則 那可是如果說今天這個數目是比較珍貴的 其實我們就要用更高規格去看它 所以我們的罰則是按照那個工程 它的那個不一樣的一個性質 讓那個就是說主辦機關他們自己去訂定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有請教過法務局 他們給我們的建議其實是說 應該是工程的性質 去訂定不一樣的一個法則 可以請問一下就是說 呃 當初從松菸把樹移過來 就是 呃 廠商那個部分他們要負責一些保活率嗎? 那他們就是 比方說他們負責到幾年 然後是怎麼樣移植到給你們? 那移植給你們之後 那個經費是不是就變成是台北市來支出了? 然後或是說他們移給你們 是因為我有點不是很了解 就是說 今天假設我必須要移植的時候 是不是 是那個移植的單位 他到底要負到多少的責任 然後接下來就把樹交給你們 那是他們就不管了 那樹木移植廠商的話呢 他就是說他在這整個移植過程裡面 他要去確保這個樹木的一個生長 就是說這段時間樹木不可以死掉 我們有訂了一個保活期 那以前我們的工程的保活期 比較多是六個月或者是一年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也都把保活期改為 全部都是希望他們要保活一年 因為在保活的這段期間呢 廠商就要來負責去做這個 維護管理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費用 全部都是廠商他們要去負擔 那他們保活期滿了以後 我們會跟這些廠商來現場 我們會有那個接管單位 那我們會來現場呢 我們跟廠商一起來看 這棵樹有沒有問題 如果全部確認我們都沒有問題的以後 我們才會同意接管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廠商他們要負責去換 要換一顆同規格同樹種的樹木 來給我們 然後他換完了以後 他還要延長保活 我們不會說你換了以後 我們就接受 因為其實樹木重要的去 你還要一段時間後 你才會確定他是成果的 尤其現在比較 有些比較大的樹木 他的成果並不是說 可能你半年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可能要一年到兩年的一個時間 我們才可以確定他是不是成果 那在你們接手之前 他們就是要自己隨便找個 他們找得到的地方來擺這樣子 沒有啊 我們會指定地點 其實我們現在 有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對定值地點非常重視 因為定值地點 我們現在都會要求 在設計規劃的時候 你要找到適合的定值地點 而且你要去了解那個定值地點的土質 包括他的排水 你都要去做一個了解 然後你要在計畫書裡面去說明 那你說 就是那從定值地點再移到這邊來 等於又要再移一次就對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這邊就是定值地點 現在這個工程這邊就是定值地點 那你說當初這些樹 當初是從那個 從那個 從國中移過來 從中原移去寶湖 然後再從寶湖移過來 所以那為什麼他們那時候 日限到寶湖 而不是每天到寶湖 這我可能就不開心 我們那個時候的一個時空被子 那像當初他們 展示他們那個廠商 他們有約定說什麼 我們要達到百分之百存活率 不然就會賠多少 然後他們有在新聞上這樣的講 那就是他們 他們就是賠給你們這樣子嗎 其實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數目的一個存活率 那如果說你沒有達到這個存活率 你就是要賠給我們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要賠一個同規格同樹種 一個數目給我們 對 那年紀也是要一樣那麼老的數這樣 其實數目的年紀很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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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到 不過就是我們要的是同規格 沒有規格 例如說這個樹勁是六十公分 你就是要給我一顆六十公分的 而且要經過我們同意你這顆樹 你也不能隨便找一顆六十公分 然後很重的給我們 對啊 那至於他去哪邊找 就 沒有那是他們的啊 對啊 對啊 對 可以再問一下 他現在就是範圍到底是有哪裡 我們現在這邊是我們的 然後還有那邊上面有一些普魁 那些普魁都是嗎 可以看到 對 那些普魁也是我們 然後我記得 應該大概是這樣 對 那種普魁 普魁 就是你看那些高高的 就是那種椅子類的 因為像椅子類的 那是普魁 所以定期都會來檢驗他是不是快 就是 因為有一些看起來是快死的 或 不會 對 這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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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我可以確定是不是 有 這邊的 對 之前其他單位找出 有 對 當初選這塊地點 是怎麼選 或是選到這個 你是說選山豬窟嗎 還是說選山豬窟的這邊 對 選到山豬窟的這邊 其實整個山豬窟 其實他 最以前是整個都是一片草坪 對 那其實我們當然是希望做一些地方 對啊 那其實包括像你們 不知道你們有去過 他有一個 另外一個牧羽公園 其實那個樹木其實都種得很漂亮 對啊 其實整片草坪都 其實大家都需要過種樹 那其實現在台北市 他的樹木其實已經慢慢的一個 接近一個保護 所以說你要在台北市裡面 找到室友的遺物地點 有時候不容易 對 所以這個地點選擇是你 政府單位 對 有點忘記 因為這個 那時候應該是一百年之後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還沒有參與到這塊 對 對不起可以再誠信一下 就是說今天我假設一個廠商 他想要把50棵樹移走 那他要負擔的就是這一年的照顧 跟移樹的費用這樣子 其他的負擔並不是很多 其實廠商要把樹移走 當然是我們委託他 因為他不可能主動去拔 去拔 拔樹移走 那當然是可能因為政府有什麼樣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需要不得也要把這些樹木給移走 那我們發包給他了以後 他就按照我們發包的工程費 然後他去執行 然後去做後續的這個保護照顧 所以像松菸的遺宿是 也是政府發包的嗎 松菸那時候一百年了 因為我一百年前那時候那時候 那時候我真的沒有參與到 所以那時候有些負擔設計我就有點不太清楚 對 請問您的單位 我是公園處 我是那個神聖工 鎮工程師 我是雲義工程隊 對不起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現在你的回答 我聽到很多說你還沒有來 所以你不知道 那這個這樣的回答 是不是有可能 因為你是接別人的工作 那他們有問題 有沒有可能 再問 我們可以再幫你們 幫你們去找相關的 他現在就跟你問了 那你回答不出來 有沒有可能 你把這個這個訊息 然後再PASS過來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們都可以留我的那個聯絡電話 那有時候 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其實因為我們 其實是園藝工程隊 我們主要就是在管樹木 那我們也是念園藝 所以我念園藝念石 所以其實我們對樹木 其實真的都會 需要做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照顧 所以你是去年 才來 我來工業樹很久了 可是我是這兩年 才調到這個單位來 我以前是在做工業管理 所以比較不一樣 那請問一下 我看到這邊的樹 好像有一點點的密集 是不是有沒有什麼規範說 他移過來有沒有怎麼樣的狀況 是他的先距的問題 先距我們早期都是希望是五到七公尺 那當然是看樹木不一定 大顆小顆嘛我想 小熟木的話我們可能就更近一點沒有關係 是 大概三公尺 那像這種比較大的 我們可能就會希望要有個五到七公尺 我看起來好像 那我當然是說希望 我們也就是希望這樣 那其實我們現在呢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的觀念 其實在這幾年都有慢慢的一個改變 我們以前我們可以講說五到七公尺 現在我們甚至希望看能不能做到更大 因為其實樹木它未來會長多大其實不一定 對 所以我覺得你說這是定值的場所 但是我看到現在的距離 你看最近的好像只有兩三公尺嗎 不會不會 那個其實看起來 那有五嗎 他兩顆樹的距離應該有三到 對對對 有比較大 是是是 有沒有夥伴要趕上 好 我們現在先準備正式開始我們記者會回應 哦好好好 他也算是我們就是一起啦 一起去修的時候就可以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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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錯啊 他真的很棒 他很棒 他很棒